不过乐天女孩跟前经纪人 疑似司机cast导致球团亏损 大家都有赚钱 案件会曝光 疑似就是因为女孩们自己起了内讧 有球员私下独家和我们透露 说啦啦队的内部斗争其实很严重 比谁红谁的活动比较多 谁赚得更多 那过去其实他们大小咖 可能一场就有5000块的价差 这一次事件会曝光 是因为有一次大家私下吃饭的时候 聊到了彼此之前出席活动的酬劳 发现这价差真的太大了 有人气到去举报 才让这件事浮上台面 乐天女孩红到受邀上节目 和综艺鬼才沈玉琳急性尬舞 整清发音的制服 大家常看到也有个别接过演出的邀约 拍MV献出人生第一场哭戏 乐天女孩李恩飞脱了制服表现一样亮眼 超过33万人追踪的个人IG 更多不同风貌 用美照替诊所宣传 可见个人魅力无法挡 各种邀约不断 却涉嫌司机商演被检联约谈移送 竟然是拉拉队眼红内斗 球员透露球团接获检举追查 他才发现原本应该抽成的金额竟然被短报 球员私下透露 拉拉队的斗争很严重 出席一场活动的酬劳 两千到六千元不等 更不用说拉拉队女神灵香一度传出三个小时的活动收二十六万元 直播带货两个小时销售高达两千万元 拉拉队女孩带来的庞大商机签全经济约的酬劳进球团 签半经济约的会用私人名义演出 就看当初合约怎么签订 还是希望黄泛华侯正伦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